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當務的保險業務員 今天來幫大家整理戰雙帕米10 那些可以免費白嫖到的角色 他們究竟強不強,該不該練 都在這部影片告訴大家 影片開始前,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懇請按下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薩克每一部精心製作的影片唷 另外如果你有在無課玩遊戲 想看無課玩家怎麼打高進度的話 那我們內文裡的副頻道也一起訂閱下去吧 由於這遊戲非常的佛心 除了送玩家S自選券外 前面40抽又保底S構造體 所以大家的討論環節幾乎都是圍繞在S角色居多 但這遊戲的A角甚至B角也有不輸S角的功能性 甚至我認為有些操作起來的手感比S角更好 以下純屬我自己實際操作後的個人意見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都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交流唷 第一位是薩克在這遊戲中最喜歡的角色 露西亞 紅蓮 當然這是在露西亞 神紅之淵出之前 身為遊戲第一女主角的初始構造體 這台機體的使用心得就是一個字 順 如果你以前有玩過崩山或是馬行雄傳 這類的ARPG遊戲的話 你就會懂我的意思 露西亞 紅蓮不論是攻擊的流暢度 收刀和迴避幾乎讓你感受不到任何一絲的延遲 再加上極快的攻速和隱藏技賦予的連打 所以只要掌握了敵人的攻擊模式 你就可以在敵人群中流暢的一刀一刀收掉你敵人 這隻角色的主要輸出不是來自於技能球的直接輸出 而是透過任意三消後再消除紅球 所觸發的二刀流隱藏技 除了可以大幅增加露西亞的連打速和輸出 額外的火屬性傷害外 他還可以與籃球附加的火屬性傷害做疊加 其實普攻輸出是相當可觀的 是一台完全的普攻機器 技能也只是來幫助你堆疊普攻傷害的手段 黃球技能使用得當的話 可以讓沒有霸體狀態的敵人在半空中被你普攻到掉不下來 非常暴力 但這隻角色推薦大家培育嗎? 其實薩克是不建議的 原因在於身為B級構造體的硬傷就是面板 再來就是近戰角色的競爭太激烈了 不管是哪一台上位的構造體都能輕易取代他 這並不是說紅蓮不好,而是比上不足但不下有餘 所以推薦大家除非真的有愛 或是像薩克一樣喜歡這種大姐姐般的利惠 否則這隻角色要嘛完全不要練也不要碰 要嘛就是慢慢存資源升上去 將來也可以有新玩具可以玩 第二位是70-風暴 這台機體算是70系列中 我覺得比較能上場打人的一台 比較不像是純粹的輔助 而是因為可以打出傷害又有一定硬度的戰士 除了有紅黃球和隱藏技提供的大範圍AOE攻擊外 自身也有籃球會給的物理抗性和降低對手的誤抗 這讓自己或是其他打物理的傷害的隊友 都能更輕易的消滅敵人 而且電鋸砍啊砍,轉一轉 那個視覺效果和觀感是真的很棒 大家覺得給予了護盾兼具保命和炸場的能力 拿來吸掉BOSS的一些強力攻擊很好用 如果再搭配一些普攻能降低目標抗性的意識 這隻角色的輸出在裝甲型的構造體中其實不差 第三位是力服暗石 是遊戲中最平民的奶媽型機體 但我個人真的只建議把他當作奶媽放在QTE裡 原因有幾個 首先這隻角色除了紅球和大絕之外 基本上傷害很平弱 主要是我覺得他的普攻非常難用 除了攻擊時會強制停在原地發射雷射 導致有時來不及走位迴避敵人的攻擊外 傷害在籃球技能輔助潛是真的很低 跟他的兩台上位機體流光和仰光完全不能比 看似兼具控場、補血和輸出為一聲的平民機體 但實際上還是乖乖待在QTE裡 當免費補血機比較實機一點 推薦如果沒有流光和仰光 練一隻放在隊伍裡補血不虧 但盡量少讓他上場打人吧 最後一位角色嚴格來說他不算是免費角 但是由於系統登入7天就會免費送給你 而薩克也跟這個奶奶很大的姐姐有緣 所以我還是練了他 他就是比安卡 引渡 是我目前玩下來這遊戲中 遠程攻擊表現最好的構造題 且聽我解釋 這隻角色基本上他跟露西亞、紅蓮一樣 都是仰賴普攻的角色 只是他的好處在於他是遠程角色 而且攻擊流暢度非常的好 這隻角色主要的輸出在於 你消除籃球後得到了連射名利 再讓他瞬間變成一把機關槍 這時你只要不停的按普攻就好了 強大的攻速和連打都讓我忘記這隻角色是拿弓箭的 這樣連續攻擊的普攻 還會讓沒有霸體狀態的敵人被你定在原地活活射死 再加上距離的優勢 讓這隻角色非常適合用來單挑BOSS 大絕的充能相當快速 而且黃色技能的散射也會幫你累積大絕能量 每三效一次就能儲存一隻額外的箭矢 當你存滿三隻箭矢在開大後 那傷害高到可以直接讓你在遠距離秒殺敵人 相當的恐怖 再加上這隻角色的胸部相當及格 普通工具是連環劍與掃射 這樣的大姐姐你喜歡嗎? 我自己是很喜歡啦 所以我練爆了 推薦給各位 以上就是戰雙帕迷石所有免費角色的測試介紹 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多謝 Ellis 兒 吸 很熊 Bite 吐 人 石 его 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